各位各位就在今天 莉莉安的全新造型 魅影虎姬 已經正式在傳說對決登場了 那我來跟大家講一下它的獲取方式 各位看一下畫面上面 這個造型一共有兩種獲取方式 一種是像畫面上這種 你只要近期在商城消費滿3000點券 它就免費送給你莉莉安的這個魅影虎姬造型 那透過這種方式得到造型的玩家 他可以得到頭像加速 以及這個造型的回程特效 那第二種取得方式 就是皇帝我今天取得這個造型的方式 我的媽呀 簡單來講就是只夠 你花710點券就可以有機會 不是有機會啦 是一定會得到這個魅影虎姬的造型 皇帝我呢覺得 要我為了這個造型花3000點券 然後送這個造型 我覺得對我來說沒有這個必要 所以皇帝我就直接直夠了這個造型 那如果你是有想抽別的造型 比如說最近納克的這個玄冥雷澤出了嘛 還有一些抽獎造型 什麼克里希的龍捲啊 等等的這些抽獎造型 如果你想抽 那這次活動很剛好 你就儲值然後去抽 那因為抽獎也算在消費裡面 所以你也可以在抽滿3000點券之後 免費獲得莉莉安這個造型 簡單來講兩種取得方式 一種直夠710點券 第二種消費滿3000點券 他送給你 OKOK突然想到第三種取得方式 就是幫這部影片按讚訂閱我 皇帝我送給你 好不好 今天我們這部影片 按讚數破1500 我們就送出三位 我直接直夠送給你 想要這個造型的 好好把影片看完 影片過程中會有通關蜜語 在留言區打上通關蜜語 就可以有機會抽到莉莉安的 這個魅影虎姬造型 那坦白跟各位講啦 我們今天這場的素材呢 是電腦場 不知道為什麼 皇帝我這個小號 平常都有開來在玩 但是今天可能是玩家真的太少了 皇帝我配對下去啊 直接配對到電腦 看隊友的陣容 我就在懷疑是電腦 看下去他們的專精度之後發現 真的是電腦 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來體驗一把電腦場 已經有很多實況主 沒有拍這種電腦場的影片 其實電腦場喔 打起來是非常的有技巧 非常需要技術以及經驗 那我這邊就帶大家來了解一下 到底有哪些技巧 值得大家來學習 首先我們電腦場呢 我們前期一等對線的時候啊 我們不要害怕 跟對手點到底就對了 這個時候我們是絕對不會輸 但是你一旦害怕我們就會打不贏 所以在打贏對手之前 你要先克服自己的心魔 告訴自己不會輸 有沒有看到 這邊單殺阿茲卡 99%的玩家是辦不到這種事情的 我希望在看到影片的大家 是可以學習起來 我們單殺完阿茲卡之後 到野區利用紅BUFF 把對手的凡恩殺掉 凡恩打野高端局才會出現 一開始的我還以為這個是電腦場 看來不是 這個是一個高端局各位 高端局利利安 該如何表現 該如何打出自己的一個味道 自己的一條路 我來教各位好不好 中路教課書 直接在這邊教各位怎麼玩 那這邊我們直接跟阿茲卡 再度對線 我剛剛說了 不要害怕 對線的時候 勇敢往前衝 拿下第三顆人頭 這一場我非常的幸運 我在這個高端局 竟然就拿下了300的戰績 我只能說實力不允許 各位 那這邊我們進場 12技能收掉對面臥馬爾 可以看到 對面大難雙人線 非常的難打 但是我覺得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皇帝我這個中路教課書 已經拿出了利利安 基本上是不會有輸的局面 我只要穩住局面 基本上百戰百勝 那我們回到中路 再次對線這個阿茲卡 我只能說這個阿茲卡 游泳無謀 他覺得我的血量殘血 就想欺負我 沒想到 我們一套施滑接招 把它再度帶走 各位 這高端局這個接招 不是人人都會的 好不好 123 321 456789 這種接招 希望各位可以在影片中學到 雖然說這個高端局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達到這個境界 不是每個人想完高端局就達得到 但是呢 我覺得這種觀念影片 你們多看 是對你們技巧跟技術是有幫助的 中路兵線推不進去 我們就來野區逛一下 有沒有看到 瞬移搭配二技能收割防恩 然後我們再移二技能 這個二技能空掉 是限制對手阿茲卡的走位 我們這邊一樣可以把它收割掉 來一技能丟出去 我們 我只能說這個阿茲卡 果然是有SS的實力 這個走位其實我覺得蠻屌的 但皇帝我有點嚇到 我以為這個場次是我能夠輕易控制 我錯了 大錯特錯 都忘記對手每個人都是堪比職業 堪比SS的玩家 我這邊直接疏忽大意 這邊我跟我的觀眾說聲對不起 讓你們看到不好的操作 但你們必須體諒我 畢竟我打的是高端局 所以比較難就是每一步的判斷都能夠完整的擊殺掉對手 那這邊的話我們一樣收掉這個反恩是沒有懸念的 進草蟲假裝離開 回頭一個反咬 尾獸玉再一發轟在阿茲卡的臉上 一套絲滑小連招 直接拿下雙殺 算是有彌補到剛剛這個我們失誤的部分 在高端局呢 跑線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這邊中路兵線清完 我們就趕快趕往魔龍路 好不好 魔龍路非常難打 雙大難陣 可以看到這個大象殘血了 我們一樣大招二技能貼過去 一技能抓一下 直接收割 我也收魚扣一下 直接砸在沃瑪的臉上 大招拉回人形態 一二技能轟下去 對手的沃瑪就直接殘血 可以看到無論是我們的出裝 無論是我們的觀念打法 基本上都是碾壓這個高端局 我只能說我應該是比高端局還有高端的玩家 所以各位如果想學 我覺得已經找不到 可以更適合學技術的地方 那這個擊殺是不用多說擊操 那我們這裡呢一二技能 打出一個趴傷 直接無情開抓對手反恩 再回頭 再丟一發尾收魚 在對手大象身上 那我們這邊呢 直接切換形態 一二技能 一樣限制走位 收割對手大象 這個二技能啊 雖然說有暈眩效果 但是用來限制走位 更加的適合 可以看到輕鬆四殺 因為我們在下路的時候 我們就在觀察中路的動向 我們不是只focus在一路 我們是focus每一路 所以看到這個阿茲卡在塔下 回血的時候 不是回血 回城的時候 我們一樣是可以收割掉他 因為我們有地圖觀 各位了解嗎 偽收魚送給這個沃瑪爾 他會被我魅惑 因為這個造型實在是太正了 一樣有沒有看到 收割對手沃瑪爾 我們現在這個血量啊非常的殘 但是反殺基本上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跟對手反恩保持距離 一技能先騷擾 二技能直接大招切換形態抓過去 這個是細節各位 我們讓凡恩以為能夠殺掉我們 但是殊不知 他才是我們的獵物 野獸的咆哮 但不得不說這個造型 手感玩起來是真的不錯 雖然說是在高端局 但是我們的表現也是不俗啦 好不好 這邊直接越過我們的大象 直接來抓對手凡恩 可以看到不愧是高端局啊 我們的這個偽收魚 被對手凡恩給擋下來 被他給斷招啊 但沒有關係 我們形態切換 一二技能收割 沒問題的 對手有怎麼樣的應對方式 我們就有怎麼樣的打法 這就是我們這個 高端實況主的一些技巧跟技術 這裡被薩尼跑掉沒關係 我們這邊找準時機啊 一技能直接轟兩隻 我們這邊要是有大招切換形態 就可以直接一次抓兩個趴傷 這裡切換形態抓掉對手握馬爾 直接二技能再補上瞬移 直接把對手薩尼逼腿 你們會說 這個操作有夠醜 不 各位搞清楚 對手薩尼要回程補滿狀態出來 對隊友造成威脅啊 我們這邊延緩他回程的時間 我的隊友就少受到一點威脅 這個瞬移腳的就值得 這裡一樣 切換形態抓過去收割 有看到嗎 我們在這裡稍微引誘一下薩尼 讓兵線繼續推他 我們這邊有血量可以扛 就多扛一點 還可以順勢把薩尼給收割掉 好不好 這個是高端舉的一個技巧 打遊戲適用 好不好 追女生也適用 我們就是一個主打拉打 欲擒故縱 可以看到我們殘血也是各種可以在對手這邊秀 搭配美娜嘲諷 讓他躲不開我們的招式 我跟這個阿茲卡的實力已經天差地別了 一二技能四花連招收割阿茲卡 我只能說這阿茲卡是他們整隊的老鼠屎 但是也不能怪他啦 畢竟跟這個皇帝我對線 我覺得也是蠻痛苦的 實力不允許啊 我們接下來下一件裝要出秘咒之恩 秘咒呢 是對莉莉安來說非常重要的裝備 怎麼說 我們切換形態之後一技能的爪子 可以直接把對手的臉直接抓爛 看到對手凡恩又想繼續追 我們回城引誘嘲諷一下 一二技能 讓對手的薩尼殘血 直接開一技能滾回家 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的接招 以及我們現在的觀念跟打法 是徹底的碾壓對手嘛 那我們碾壓對手的過程中呢 我們也沒有去嘲笑對手 因為畢竟 我們都是一樣是玩家一樣是台灣人 這裡我們二技能故意不抓到 一技能拉開 我們就可以引誘薩尼再走出來一點 可以看到嗎 我們這邊就一次六三隻 進草叢 隱蔽四野 我們直接一技能 把對手的阿茲卡收割 二技能暈到沃瑪爾 直接貼臉上去 維收玉送給他 沒想到對手叫我支援啦 不過沒關係 維收玉轟到 對手大象殘血一二技能 再收割對手大象 現在拿到四連殺 我們的血量非常的慘 但是沒關係 我們回頭一個抓 拿下五殺 對手的反而太疏忽大意了 這邊我們拿下五殺之後 這一場的勝負已成定局 但是沒有關係阿 因為我告訴我自己說 我是想琢磨技術 如果我們稍微放水一點 讓對面有反打的機會 這樣子的話 我也可以在逆境中求成長 各位了解意思嗎 那我們這裡的話就是殘血 繼續跟對手拉扯 因為殘血的時候是每個玩家 實力最強悍的時候 我們這邊趕快拉扯出來 因為已經殘血到不能再殘了 趕快回家補滿狀態 那目前的比數呢 來到31比3 我只能說我們隊友有三個雷包 居然送了三顆人頭 太過分 完全是看不下去 不過沒關係 幸好他們的隊友是我 這邊我們搭配隊友 直接拿下了對手的兩顆人頭 在觀眾眼裡 在酸民的眼裡 可能會覺得 這是一場非常虐的局 但是在我心中阿 在我打起來的時候 其實皇帝我 操作我是在發抖的 像這邊一技能丟過去 沒有丟到反而 二技能丟過去就丟到了嘛 我們就是一個主打限制走位 莉莉安的一二技能 都是指向性技能 限制走位 就是非常適合 OK嗎 你直接把技能打在敵人的臉上 我覺得這不算什麼 大家都會阿 但是限制走位這種東西 只有高端的玩家才會 這邊我們故意不推 殺人珠星阿 我們讓最後一個小兵 把塔給推掉 我們殺人且珠星 讓對手五隻玩家 直接不配擋人 好不好 今天這一場 皇帝我的實力 我覺得是不容小覷阿 拿下MVP不在話下 說實在話 在這樣的高端局 如果要拿到MVP 其實 可能真的是要超越 同等玩家的實力 那 各位也知道 皇帝我就是 娛樂的玩家嘛 今天這場MVP 運氣好而已啦 對啊 好啦 各位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 大家小鈴鐵鈴 欸等一下 我們抽造型的通關蜜語呢 就是 莉莉安神 好不好 底下留言區打莉莉安神 就有機會獲得造型 好 謝謝大家皇帝 我的影片讓你永遠看不膩 那我們下面見啦 大家掰掰